最近,某国际高奢品牌内部晚宴又让娱乐圈热闹了一把,周迅、刘诗诗、王一博、陈伟廷、景博然等明星出席,大部分都栽倒在奇葩造型上,特别是男星,这其中又数王一博最尴尬,毕竟陈伟廷和景博然都和品牌合作多年,并且早已获得大使身份,只有王一博一人不上不下,与品牌合作了三年多。 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明确定位,其实这些年,品牌对王一博待遇很不错,他只要出席重要活动,就能借到全身造型,品牌每次有活动,也都有王一博一个位置,可就偏偏差一次正式官宣,也是巧了,就在这次晚会造型出圈之后,有爆料称,王一博终于要有title了,这回总算把高奢认可来了个圆满,不过,爆料人很快就有删除了这条微博, 只因为评论区又吵了起来,王一博拿到称号是好事,可问题在于,这个称号是支线,这些所谓国际奢侈品牌别的不说,在与明星合作这一块宁扣可是不少,主线和支线, 智友和大使,推广和代言,翻门别类清清楚楚,王一博合作这个品牌前段时间,还闹出辱华传闻,大不了拍拍屁股换一家合作, 明星在品牌之间反复跳槽也是尝试,就拿吴亦凡代言的品牌来说,景博然,唐烟,春夏,先后都有过合作,和王一博的状况类似, 一样有待遇,但是缺称号,人家转过头换个品牌合作,很快就有了大使或代言人称号, 况且,王一博坚持合作的品牌,和他个人形象已经不太匹配了,甚至有冲突,就看他已经被网友送入高奢菜市场组合就知道了, 尽管我们常说,明星要支持国产品牌,但海内外时尚圈发展差距,不是一时能弥补的,经常需要参加活动穿着礼服的明星, 肯定是没办法彻底脱离海外大牌,但还是希望明星们在能力范围内硬气一些,选择适合自己的品牌合作, 而不是只为待遇和称号。